從屏東縣長周春明手中接過代表榮譽的獎狀 屏東縣中等學校模範生表揚大會隆重登場 由縣長親自表揚並頒發 由縣內各校所選出的優秀模範生 我們要謝謝國小的時候老師給我們的幫忙教導 還有中等學校我們要行塑你 這個很重要 這個國中三年高中三年要行塑你 將來到另外一個階段很重要很重要的基礎階段 那大家可以在這樣的一個基礎階段脫穎而出 備受同學的肯定真的是不簡單的一件事 所以我想今天小米縣長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成長經驗 小米縣長以自己的經歷與優秀的模範生分享 除了鼓勵他們也期免未來他們能以自身經歷 轉換為正能量進而影響他人 而此次由各校推排代表參與表揚大會的當選模範生 均具備敬業樂群其勉項學等品德與精神 成為學生學習楷模 未來也期盡回饋學會 很謝謝學校的校長跟老師還有學生推薦我可以擔任 會想要往餐飲服務方面主廚之類的去發展 得到這個模範生當然是很開心 因為為了這個在每一天都是有那個壓力的當下去走 然後也因為我的課業和我的專長足球的兩個是平衡 我們都取決在平衡當中 所以才能讓我當上這個模範生 這一次的模範生我學到很多 然後在我們模範生選舉的時候 然後自己的安排自己去安排表演啊 然後給自己機會 來自全縣不同鄉鎮受表揚的模範生 不管在學校內還是社區中 都能以自身建立鼓勵他人 並能夠頻頻挑戰尋求未來更好的自己 在求學路上精益求精 創造出更亮眼的成績 記者不聽張志豪採訪報導